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康河投顾总经理黄奕婷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那么在进入呢 一周美股分析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昨天开高走高 其实也预示了今天的美股上涨 因为现在台北股市 其实已经不反映前一天的 美股而是反映当下的 那么在亚洲时间呢 开盘的时候呢 那么美国的期货的电子盘 的这个走势啊 好 那台北股市呢 昨天上涨了140点 收盘指数16104点 涨幅0.88% 成交金额2130亿元 而OTC的部分呢 也上涨了2.10点 收盘指数是194.68点 涨幅1.09% 成交金额是513亿元 那大家现在还在看美股的脸色 那么先看最近的美股 怎么来评估 是 就过去一周来看的话 那当然上周四上周五 基本上就是一个彻底的走势 那在上周五的盘中 S&P500一度是下探 从高点到低点的20个百分点 但是在尾盘的时候有买盘进驻 出现反弹 那到昨天 飞标普很惊险的 很惊险的守住 没有进入了熊市 但事实上其他的指数 大多已经进入熊市 当然道琼除外 但是像NASDAQ跟费半 费半啊 然后小型股 罗素2000 其实都已经进入了熊市的阶段 应该已经蛮深度了 像NASDAQ的话 从高点到低点 已经超过25个百分点的跌幅 一度是接近三成了 那所以其实就整个趋势而言的话 老实讲还是一个偏空的一个走势 但短线上的确有一个可能的反弹 有机会在接下来的一两周出现 那主要的理由有几个 第一个来说的话 就上周五 其实或上周四 事实上美股就是一个彻底的过程 但是在彻底的过程当中的话 测试底部的过程当中的话 VIX指数并没有快速攀高 反而是呈现一个震荡 然后到本周就开始往下走的一个阶段 显示说在当下 那透过恐慌指数 透过波动率去做避险的投资 其实跟在当下的一个杀盘的强度来看的话 是有所背离的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就整个交易面来看 是稍微是没有这么的恐慌的 虽然指数是接近破底 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 整体的市场其实到上周三 上周四 上周五 这段时间是呈现一个极度恐慌的状态 就是就心理层面而言 跟交易是有所背离 就是就心理层面而言的话 我们看到说在过去这半个月的时间 如果我们观察的散户新型指标的话 或散户看多看空的一个指标来看的话 其实散户的调查显示说 散户是非常悲观 那美零美银的竞争调查也显现出 就经理人囤积了大量的现金 其实也是一个悲观的一个显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就代表的是 短线做积极去抄底的人 其实并不多 这其实反而有利于技术面的反弹 那第三个而言的话 就如果我们看一个交易行为来看 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VIC指标之外 另外一个值得跟大家讨论的是 就是在用选择权做空跟做多的比率 在一周之前的话 在上周的上周五就大盘击杀的时候 整体的VIC指标是来到1.17倍 那到礼拜二 其实礼拜二整个大盘还是 呈现一个震荡走低的状况 是到了1.01倍 所以显示说它有很明显的一个下降的状态 那针对指数的一个Proper Ratio 它从上周五的1.47倍快速下降到1.17倍 所以显现出整个市场在上周 彻底没有破之后 它的一个杀盘的压力有开始减轻 所以散户跟经理人的彻底悲观 其实有助于反弹 因为它其实已经有点悲观过头了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你刚刚提到的 这个Proper Ratio值 其实它这就是一个用期货市场 在做多做空的 看未来多空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多空指标里头的空方指标 已经快速下滑了 已经开始下滑 当然它还是大于1 就是目前用选择权去做空的投资人 还是比用选择做多的投资人来得多 但是相较于 已经差不多平衡了 相较于平衡 已经来到相对平衡状态了 那最重要的是 短线上开始出现一些氛围是 投资人开始寻找一些 有利于反弹的消息 例如说大家开始去解读 验诊会的话 好像没有这么的 这么的鹰派了 例如像是周初的时候 Bostick的谈话 然后他说他支持 接下来两次是升息 一个50个基本点 但是9月份的时候 如果通膨的压力有开始减轻 他会建议连准会稍微停下来 那基本上这就 让短线上的一个市场的氛围 有出现一些转折 就是说他没有像 过去那两周这么样的悲观 或这么样的恐慌 所以从这几个面向来说的话 接下来的一两周 实际上大盘的确是有机会出现反弹 那在未来的这一两周 或是过去这一周来看的话 比较大的负面的压力 或是中线比较大的负面压力 其实是来自于企业的一个展望 开始变得比较负向 从上周的Walmart Target 到昨天晚上 其实就是几个小时之前 那就是昨天收盘之后 NVIDIA 然后云端储存的公司 Snowflex 其实都暗示了 其实他们第一季的 特别是NVIDIA跟Snowflex 第一季的 角出的成绩单 其实都算亮眼 但是针对下一季的一个展望 其实是给出负面的评价 所以像NVIDIA 盘后大概跌了6个百分点 那Snowflex大概 跌了13个百分点 但是这样的一个 各股的状况并没有出现 像上周Walmart 或是Target这种扩散的效应 那就目前我们看到 纳斯达克的起火盘来说 就是小跌 其实并没有因为NVIDIA 或是Snowflex的一个 负面的一个展望 而出现一个恐慌性沙盘 所以短线上看起来的话 其实是有稍稍 大盘有机会在 反复彻底指纹 然后有机会出现 一个反弹的一个可能性 的原因在这边 那纯粹是从技术面 或是从目前市场的氛围 来做一个解读 OK 其实那美股盘后期货盘呢 他现在看到标普 虽然小跌 但小跌0.03% 其实是很微不大平盘 那纳斯达克的盘后期货盘呢 也是小跌 0.22% 那道琼的期货盘呢 还小涨了0.05% 就刚刚呼应了 这个议庭所说的 市场现在似乎不再像上个礼拜这样子 因为一家Walmart 或者是前几天一家Snap 就拖累了整个市场失去信心 那么昨天的 今天就现在这个时候 Snow他所交出来的 这一个负面的成绩单 或者是NVIDIA 他的这个对于未来的负面预期 对市场的冲击 好像就没有再像之前这么严重了 是是那所以短线市场的确有有一个反弹的可能性出现了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要讨论的是中期 或者是到年底之前 整个市场可能出现的一些可能的情境或可能的压力 那如同前面不断跟大家所报告的就是 目前整个美股所呈现的就是三重的压力 那第一个是从高通膨开始引发第二重的利率的一个上涨 或者货币政策紧缩的压力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要开始面对的是基本面转差的一个压力 其实基本的转差压力才刚开始慢慢被 我觉得慢慢被市场有认真的去去看待 所以假设接下来所看到的一些基本面数据 包含企业的获利的预期 呈现一个持续性的转差的话 那大盘当然还是会承受比较大 或是比较长的一个压力 那目前来说的话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相对起来的空窗期 就是联准会的会议纪要昨天公布了 那接下来除了联准会的官员出来谈话之外 以下一次的联准会议大概就是有三周的时间 6月14、15号 大概两三周的时间 所以相对起来在货币政策的一些杂音也好 或是一些干扰也好下降了 那大型企业财报 未来不会有人在唱空调这样 短期之内 短期之内 那大型的企业的财报 其实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近尾声了 所以要再出现爆雷状态 虽然最近公布的几乎都是爆雷 但是出现爆雷的频率应该会稍微下降 所以就是这种所谓的消息面的空窗期 其实是反而在当下是有利于市场的反弹 好所以刚刚这个议庭所提醒的是这样 就是说就中短 极短期来看的话 其实现在酝酿一个反弹 市场在空方大空头市场的时候 它也不是一路下跌的 它其实中间常常会有一两波比较像样的反弹 那么未来这一两个礼拜 其实出现这样的反弹就不意外 可是即便是出现这样的反弹 你要提醒的是三重压力并没有解决 通膨压力没有解决 因为通膨而带来的货币紧缩的压力 也没有解决 那更重要的是 现在就经济的基本面不好的这件事情 其实才刚刚显露出来 那这个是属于长期基本面的问题 如果你把时间放长到一年的话 这个问题蛮严重的 但是短线的一两个礼拜也许有机会 那联准会的官员态度真的软化了吗 我们怎么观察 其实就联准会 我觉得联准会的一个会议纪要 其实已经把联准会态度讲得非常明白 对不用看个别的 其实我就觉得他们的矛盾已经出现了 个别联准的官员 他们有当他们自己的看法跟立场 这是很正常的 那就会议纪要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透露出一个更整体的一个看法 那其实昨天 讲一个比较开玩笑的 就是昨天我在上节目之前的 前一个交易事终于没有大跌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说 联准会会议纪要并没有出现爆来点 就是基本上跟上次开完会之后的会友声明相当一致 就是一致性的联准会官员支持在上一次升息50个基本点 那同时接下来两次各升息50个基本点 目前看起来是达到共识 那再加上缩表这个议题的话 其实在联准会内部也是已经形成共识 就是6月1号开始执行 然后到9月份的时候达到他们相对的缩减力道的相对的高峰 然后就维持下去 所以基本上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话 就会议纪要所透露出来 并没有变得更加的音派 或是有更加音派声音出现 所以没有更加音派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但在这个态度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关键性的语言 那要值得我们来观察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980问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康河头顾总经理黄奕婷也非常欢迎 YouTube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那么刚刚的分析 今天凌晨才热腾腾的联准会上一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公布完了之后 那么从鹰派的角度来讲 没有意外 5月份是全体一致同意升息两码 而6月7月各升息两码大概也已经确定了 从这个会议记录里头已经显现出来了 但是后面有玄机 这个后面玄机其实也是让美股昨天呢 可以开平高之后呢 震荡然后最后走高的很重要的原因 是 是 第一个来看的话就是就整体联统员官员的看法 其实他们当然是支持未来两次都是 以相对强硬的态度去做去做升息 都是各升50个基本点 包含上一次的话就会在三次的会议当中升了 150个基本点 其实非常快的一个升息路径 但是他们也提到这么强的一个升息路径之后 其实保留了后续的政策弹性 也就是说 如有必要的话 他们是可以暂缓 暂缓升息 或者是降低升息力道 甚至反向去做降息的动作 就是假设到 升了一段时间之后 经济真的不行的时候 他们还有空间 那不就跟前几天Bosted的谈话是一样的吗 第一个就是跟周初的时候Bosted的谈话 是很类似的 就是升了两码之后 他认为9月份要稍微再看一看 那但其实他也没有把话说实 假设通膨没有下来的话 他还是会支持比较紧的一个货币政策立场 但是假设通膨预期有下降的话 其实他认为连人会可以放缓脚步 那第二个来看的话就是 呃 连人会官员在这一次的会议纪要当中 其实有透露出就是连人会在因应升息的过程 或因应通膨的压力之下的话 可能不得不把利率升到中性利率之上 那这中性利率 就连人会的定义来看的话 就是不刺激经济也不会压抑经济的一个利率水准 那升到这之上的话就代表的是说 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那所以就方向而言的话 货币政策最终冲击经济成长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可能性非常高 只是我们要去做后续观察 就是说一旦经济机会受到更大的冲击的时候 连人会要做什么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假设通膨受到控制 前提还是通膨要受到控制 通膨受到控制状况之下 经济出现明显恶化的情况之下 连人会是有机会出现一个 反向去放宽资金的一个动作 但是也许运用的工具的话 就不会像2020年这样的一个大放水 那比较有可能是单纯存就利率市场去做 利率去做调整 意思就是说缩表还是会进行的做 不会再出现QE短期之内 然后呢 但是这边的升息的速度 有可能在下半年会放宽 甚至于都不排除降息 对不对 是 那这起也跟言论官员最近的看法 有预取同工之妙 其实像是银派代表的Brother 其实他在最近的谈话 也有显现出来 他还是支持要在短期之内 升得非常高 甚至他认为应该要升到三个百分点之上 但是他认为说 假设通膨有受到控制的话 2023 2024甚至有可能出现 降息的动作出现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一个格局就是这样 今年会升得非常急 非常的硬 然后即使看到就位市场放缓 经济放缓 联层会还是不会停下脚步 但是如果整个通膨环境有受到控制的话 那明年度联层会是有机会 再去重新的去稍微放松 他的一个货币政策 那这样的一个观点或这样的一个论点 其实也给市场 酝酝的短期支撑市场反弹的一个信心 那这也是为什么前面有提到就是短线上 的确是有机会出现技术面的反弹 类码面上 然后舆论面上 然后再到联准会的态度上 似乎都酝酿一个方法 是是 但就中线来看的话 不得不去面对的是我们正在看到一个 实体经济的运行的扩张 正在减速的状况 那从本周稍早所公布的数据 包含像是行务销售 其实行务销售跌得非常快 行务销售的总量下跌16个百分点 那当然价格还是居高不下 价格还是维持在相当相当高的水准 基本上没有掉下来 因为有房子的人吸收 然后建商现在也保守 保守对盖子比较慢 但是就成交量来说明显的萎缩 明显的下滑 所以这代表的是说 房市其实已经出现降温 那并不是只有这个数字 指出这两个趋势 如果我们从二手屋的状况来看的话 其实二手屋其实已经过 距这一季的时间都在做 往下修正的状况 所以就美国房地产的确有降温 第二个来看的话就是 昨天所公布的那久才订单 虽然乍看之下还是在扩张当中 但是扩张的幅度是比预期值来的低 所以也显现出厂商在做下一轮资本支出 目前看起来变得比较保守了 所以整体而言的话 过高峰应该已经是确定 就是经济扩张过高峰已经确定了 那衰退会不会到来的话 就留待后续的数据来验证 但是整个趋势就是开始往复向 那企业的一个展望 其实也是趋向复向 那就整个股市来看的话 支撑本益比扩张 大概就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低的利率环境 那这个环境目前已经改变 第二个就是对于企业的成长的预期 假设成长预期是很高的话 那本益比也相对会随之扩张 但是目前就是一个反向 就是成长的预期过高峰 那未来成长的速度会减缓 甚至有机会在个别的公司 或个别的产业 出现一个比较低迷的成长状况 甚至负向成长状况 那本益比进一步萎缩 还是有机会存在 所以本来因为利率上升 本益比的估价的方式 就必须要把本益比往下修了 然后再加上企业的获利 可能成长趋缓 本益比也会下修 所以它等于是双重的 本益比下修的压力 那这个时候呢 到底应该要在短线上面 要如何的来看待 美股的操作你的建议 因为这个环境上面 它可能会是一个短线 可能相对偏多 但中长线偏空的一个环境 从现在到下一次联准会 利率会议之前的话 那我认为反弹有机会出现 然后比较有可能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 那会取代先前过去这两三周 一个快速下杀的一个格局 那在震荡过程当中的话 那假设投资人的部位 有稍稍减少亏损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建议再去增持一些现金 那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一个现金伪王的一个环境 第二个来说的话 那就比较中期或是比较 还是希望留存部位 或是择优去布局的投资人话 其实我觉得择优这两个字就非常重要 就是你去投资标的物的时候 要注意的是他第一个 他本身的企业的获利能力 第二个来看的话就是 在过去这两季的一个企业财报当中 所显现出这些企业能不能有机会 或是有能力去稍微转嫁他的一个成本 其实这很重要 第三个就是说在当下的环境 因为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利率走升 接下来看到景气的一个走缓 那所以企业他的一个营运杠杆也不能太大 假设他的财务杠杆太大的话 其实在这种环境之下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所以从品质企业营运的品质去做全股 甚至是你直接去买一些 像quality的stocks的组合 就是高品质的个股 因为在美股当中的话 有这样子类型的一个投资的指数 或者是投资的ETF 其实可以去做参考 就是高品质投资的ETF 对 那有些投资者 可能会在现在去选择一些股息相关的一些标的 那目前来看的话也是相对起来会比较安全的一个标的 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投资人是更倾向于他看得到的收益 那所以高股息的公司就会受到相对的侵然 但是呢 这要还是要去区分就是在扩张的时候 其实大家会去追寻的是股息生长策略 是维持在200日均线以上的一个状况 但是股息生长指数的话 其实就大致上随着大盘 目前是一个彻底的阶段 所以刚刚呢提醒大家的是反弹的时候震荡反弹的时候呢 其实如果股比例偏高的是可以考虑把它转换成现金的 那如果说股比例偏低的那有一些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投入的话 那刚刚这一些包括你的那些高品质的这一些 那他有这个获利能力其实未来还被看好的 其实才有机会 我们要非常谢谢康河头顾总经理黄奕婷 也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